今天在现场参与比赛的六组选手 他们就是冷面校匠孙建彤 疯狂剪辑师尹国辉 墨剧双响炮李逵 李林峰 搞怪小神童丁乃玉 口技狂人董信波 宝岛怪侠简汉宗 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比赛的规则 跟前两场一样 每一名选手表演完之后 我们交给现场的一百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评审 和三百位观众评审进行投票 到最后票数最高的一组选手 直接晋级全国总决赛 而票数第二高和第三高的选手 将由我们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 每人一票选出另外一个晋级的名额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现场抽取 第一组表演的人 开始了 第一名选手 第一个 她是这个舞台上 今天晚上年纪最小的表演者 丁乃玉 大家好我叫丁乃玉 今年七岁了 我在山东省四博市博山区 中间录小学上二年期 你要成神经说 对啊 谁让你来的 哎不要哭 但是我真是有这个模式 老杨怎么会飞 吃了混飞的蛇 不对了 老杨本来就会飞 男孩子的同学叫杨嘉宁 她是短头发的 我特别的喜欢她 所以呢 我喜欢短头发女人 啊 啊 今天我要找一个非常特别的主演 和我一起演节目 让她查回出色 我就没有问题了 丁乃玉是男子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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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如姐姐好 你好 金道好 丹大阿姨好 戴野镜的平头叔叔好 我怎么就没信啊 哎 丁乃玉 什么事 你跟那个杨嘉宁说了吗 她看这个节目了吗 杨嘉宁啊 啊 她 呃 看了 说我演的还不错 可是我跟她爸爸谈过了 她爸爸说女孩子 不能跑头露面出来演 所以这次没带她来 哈哈 她爸爸不让她跑头露面是吧 对 她爸爸不让她出来 啊 但是她没来 你答应过她来 我们才给你演吗 对 那现在她不没来 对 那你还演吗 那就换下一个选手吧 你就 不让她演了 她们杨嘉宁没来还好演吗 可是 可是上一次你们并没有说 杨嘉宁没来就不让我演呀 哎 但是上次我给你通过的时候肯定说了 但是你一定要带着杨嘉宁来 所以我给你通的 其实您是说过的 一定要证得杨嘉宁她爸爸妈妈的同意 你说过的 啊 可能是忘了 对 你不能够带别人家女孩自己来 你怎么跟她爸爸谈的呀 打电话 但是杨嘉宁偷偷告诉我说 她爸爸是怕她耽误学习才不让她来的 这两个答案不知道哪个才对 啊 那你耽误学习了吗 没有啊 我回去期中考试 照样一门九十九 一门就是七 哇 哎 丁乃一 你在你们学校现在是不是小明星一样了 走到哪 人家会对你指指点点呢 老师会夸你演得好啊 有吗 没有 呃 没有老师会夸我 但是我在校园里总是有不认识的校友 跟我打招呼 啊 你今儿穿成这样是准备说相是吗 你真聪明 相手穿得怎么样 就看待会儿的联想发挥咯 赶快开始你的表演 好 我准备一下 好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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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主板 我校开怀 金乃鱼参加副赛上了台 今天我要做导演 到校傲江湖挑演员 杨佳宁 他没到 我要从四位老师里边选个男一号 跟我合作愉快 金岛带你风风风风风风气决赛 四位老师听我说几句 情况是这样的 我写了个剧本 金字要首演 我是导演前主演 还需要一个配角 想从你们四位中挑选一位 很难得的机会 希望你们能把握住 你们四个谁来啊 好 肯定没我们 因为你选的是男演员 对 你选的是男一号啊 可以反串吗 没事 那我看看吧 冯导是大导演 我导你啊 我怕你有情绪 我也不敢导你 这一次冯导你先别上了吧 对 那他表演没得说 但是你也改句本 我还怕 觉得呢 啊 对 我一到了现场 立刻把你所有的词都弄掉了 然后我胡编一些词 你会有点担心 男一号 最后就剩下刘一伟了吧 嗯 这样 刘一伟叔叔 你长得最丑 最适合到我的配角 这话怎么说的呀 因为 你 只有你的丑 跟我站在一起 才能显示出我多帅呀 刘一伟叔叔 你的机会可来了 我都欠你装心 来吧 抓紧时间 把服装换上 不要磨磨蹭蹭 哈哈哈哈哈哈 喂 我真的要去啊 我 我真要来啊 真的 南一号 真的 去吧 去吧 南一号 我介绍一下 由我来做动作 请刘老师根据我的动作来配音 好 给你配音 我这是鸭子 不是打下去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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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啊 这我会 当鸭子我会 你来这一个 你看明白 可乐 万种可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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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来这个 枪是吧 对 重来 要累死我 刘宇伟叔叔 你这个人这么大了 怎么体力不行啊 好好我行 我行 我行 看来不给你加点难度是不行了 肚子 兔子怎么交换 我给你学一个 这是兔 不是兔子 脑子开吗 这样 咱们就是快点 刚才不算啊 对 刚才那是事实哦 好吧 正式开始 你这节目光让别人演了 你没演了 我觉得你能不能你们俩换 你让他做动作 然后你来出声 我是高严 你来吧 你不上来他不结束 这样 我现在要做的动作呢 可能跟刚才有点相似 这是话筒 可能有点相似 看好了 变少了 不错呀 这香港鸭子的交换 跟我们这不一样 挺好啊 来这个 哇这个都会 太聪明了 等会了等会了 现在我那时候都表演过 他们这当然都会了 刘约 你看看丁乃姐姐再看看你 刘约姐姐你动作表情 声音都太完美了 众里寻她千百度 一不留神 大人就来香港门户篮山处 就是你了 刘约姐姐 你被选中了 咱们回去再谈谈合同 刘叔叔你留下电话 先回去吧 大家表演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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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丁乃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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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时感谢我们两位 观察员老师的配合 丁乃月 你这有点 以小卖小啊 以小卖小 什么叫以小卖小 我现在词汇量还不多 不要以这些 大人的词来说我 这是这个舞台上 脾气最大的一个选手 我是觉得 如果你不是这个年纪 像我一样年纪 说同样的话指挥他们 几个老师早生气了 哈哈 不会的 你来说一遍 哈哈 我不敢 但是你还是很可爱的 嗯 我知道 对 而且你 而且你很勇敢呢 站在这还参加复赛 而且你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会很孤单呢 按理说应该紧张的 所以你真的挺了不起的 你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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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丁乃月 我们接下来要给丁乃月投票了 现场一共有一百位的媒体评审 以及三百位的大众评审 如果你们喜欢丁乃月刚刚的表演 确切地说是丁乃月跟刘亦为老师和吴基如老师刚刚的表演 你们可以给他投下一票 现在开始请投票 好的 我们现在投票已经有结果了 待会儿呢 要等到我们第二组选手表演完毕 我们共同来查看结果 到底谁目前在场上票数暂时领先 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第二组表演的选手 这一位选手在他全部的表演过程当中 基本上没有露出过任何笑容 冷面杀手 他就是 简汉宗 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简汉宗 我是一名魔术师 注意看了 一 二 三 变大 变大 再变大 你真的比周兴致还无聊 再大 你知道为什么观众那么享乐吗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比他聪明 如果 我能够晋级的话 我希望下一次 能够把我在台北的那些孩子 带几个来到这边 跟着我一起踏上这梦想的舞台 这个说的承诺就一定要达到 所以我这次特别带了一个学生 他叫做曹伟 我个人当时还希望能够进决赛 不过我觉得我更看重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让我的学生成全他们 能够上到这个舞台 而且去经验跟体验人生 我觉得这是比我能够晋级的意义还来得到 简汉宗的表演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明知道他在耍你 但是你心甘情愿 你还在看呢 我希望我会扔一些东西 想想说 大大无聊 大无聊 大家好 我是简汉宗 上次来这边给大家变魔术的 只不过没想到 我累积了十几年的魔术 竟然在一夕之间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学会了 所以我这一次 另外苦练了一项绝活 保证让你们学不会 那就是 超能力 请注意看 这是一瓶未开封的水 但是在我超能力注入之后 它将 快开 快点 不要浪费 这只不过是我一成功力吧 不过从你们的表情看起来 应该都还是怀疑的吧 好 是你们逼我的 我现在要真正开始发功了 请注意了 好强的内力啊 是的 我好认识 我全身发烫啊 我都快着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 恭喜倒置的 尝死我了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的超能力 不对啊 但是为什么观众都没有反应呢 请问一下是 维持了我功力退步了吗 绝对不是 绝对没有 真的吗 我超能力应该有反应的 来我们从这边的观众 我们来试一下 我要让你们亲身体验我的超能力 注意了 破 出 来呀来来 后面的 这个我的脸有肖像权了 待会再拍 来准备再一次 非常好 来 但是呢 我们还差一点 手举一下可以吗 像我的徒弟一样 来准备 一二三 破 出 非常好 再一次 破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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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來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而且剛剛這四位評審也做得非常好 現在有的功力只傳授給四位評審請注意了 沒同步 我不是四位評審沒同步 所以你的功力都有一些問題 不是 有時候呢 觀眾太不認真的話 或者是 那麼我會這個內力會出問題 我真的話 哈哈哈哈 你看 有有進步在 這個導演比較好 紅島拜託 哇 太無聊了 我是很認真在表演我的超能力 怎麼笑成這個樣子呢 好 不要逼我 現在我要真的發功了 請注意了 六成功力 等一下 那音樂老師這個時候應該要Cue音樂齁 對 這樣才有氣氛 準備了 準備把你的票通通投過來 一 二 我的破 最後的 一 二 破 最後的 一 二 破 最後的 嗨 我錯過了吧 我是真的超能力 沒有人懷疑我了吧 我手腳一揮 不好意思啊 我喜歡這件衣服啊 回來回來 等一下 我穿這衣服啊 他這個超能力就是超級無聊的能力 哎 就你把那個 就是給他們倆發功 一下子把衣服脫內功 對 給我們這第一排來一個 哈哈 哈哈 姊漢宗 你那個剛才的節目一開始 我覺得稍微越到後來啊 越 越 越 漸入佳境了啊 這還是很聰明 把所有現場的觀眾全給攪和進來 只有一個人啊 不動聲色啊 謝謝 其實在你最後發功的時候 我的腦子裡想著 我有可能飛到這張姑娘的懷裡來去 哈哈哈哈 但是 你想多了 我想多 這樣吧 介紹一下旁邊這位小夥子 好 大家好 我叫做曹偉 我來自 台北 然後 我是他的學生 你怎麼評價你的老師啊 他是一個 有愛心的演員 這樣子 然後他教我表演 然後更讓我們這些 充滿負面的年輕人 更應該知道應該要過什麼樣子 有目標 然後有夢想 然後更有意義的生活 其實 這個學生他的背景啊 其實跟我也是很相向 也是來自於單親 然後呢 也是一個家庭不幸福的小孩 他今年剛好滿18歲 哇 我覺得這個舞台 今天的表演 也對他也是有意義的 因為就像是 我送給他的一個很好的成年禮物 讓他來開開眼界 哦 謝謝 謝謝 好 如果你們喜歡 簡漢宗的表演的話 請投票 讓我們再次有請 丁乃玉 簡漢宗 這又不是跑步的比賽啊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公布一下 第一組和第二組選手的票數了 他們到底誰會暂時在這舞台上安全呢 我們一起來看答案介紹 恭喜簡漢宗 312票 丁乃玉獲得245票 目前留在場上 暫時安全的一組是簡漢宗 他從來上完課當中啊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他 這一次真的是 盡了他的權利 所以 滿分 我們今天的比賽繼續進行 馬上第三組選手 就要登場了 哎呀 這位選手的模仿能力 讓人嘆為觀止 是 他就是來自河南鄭州的口技達人 董慶波 小動工 大家好我是董慶波 那支會下南又會做音樂的大攻擊 又來了 哈哈哈 哎你怎麼發現你能學這些東西呢 我喜歡觀察生活 尤其就是在農村這個雞呀雞呀呀什麼的 不懂音乐还能模仿乐器 我给你过 我给你过 这次呢我尝试了一种 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感现过的声音 为了这种声音 我每天都在反复地练习 我一担心的就是 这两天我练口气练得太猛 挡得不再最佳状态 他的口气是非常新鲜的 对我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我很期待他的副赛的才艺 不但有新的口气内容出现 同时还能够把喜剧表演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给我们更好的效果 我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 寻找到新的声音 感现出来 在我们村啊 我二婶将的那只大公鸡 被拖拉机压住脚之后 能奏音乐了 这公鸡出名了 小伙伴们 不好了 就是因为我会揍音乐 科研所一个老教授 准备研究我 大伙给我出个主意 求求我呀 小伙伴们一听是 七嘴八舌的就开始商量 怎么营救这公鸡 最后啊 鸭子出了个主意 我出个主意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 让这公鸡显得不是那么稀奇 没了由了 科研价值不就 而且就 惨了吗 驴在旁边听了 高兴的就叫 这个主意 第二天老教授来了 抱着这只公鸡 坐着二叔的拖拉机 准备出村 坐不了了 拖拉机碰到了一群 曾经给这公鸡相好的小母鸡 带头的这个小母鸡 一下子就发飙了 我听出来了 这个小母鸡 小母鸡 学的不是二胡 是这个板胡 二叔一看 前面走不了了 我后退 后面一群山羊用着鸡脚顶住了拖拉机 驴就在旁边还加着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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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一看 我拐弯吧 这又碰到了一群鸭子 哦 小伙伴们 保卫攻击指掌 开始了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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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一回好像喜剧效果不如上一回 其实可以理解 因为这是你的绝活 很难让绝活不停地就再再出新的绝活 已然很不错了 有没有你模仿不出来的乐器 这个人呢 他这个嗓子是有条件的 这个鼓针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在别的电视上 或者有人模仿过 你真我是学了三年 二胡学了三年 还有这些个乐器 也是很长时间去练它 很难 单看这个节目 其实也是这个口气表演的 也是不错的 但是他和上一个节目比不进反而退 所以和我的预期差不多 反正是我是尽最大努力 我不是说小超越这个 我只要超越我自己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董庆波的表演 接下来 现场的一百位美丽评审和三百位观众评审 如果你喜欢董庆波的表演 请开始投票 目前在场上暂时安全的是简汉宗 他的票数是三百一十二票 第二名就可以 嗯 到底董庆波的票数能不能超过他呢 接下来 再次有请两组选手登场 有请 待会儿票数更高的一组选手 脚下的地平将会显示绿色 现在请揭晓答 恭喜简汉宗 我一定尽力了 而且我没有什么遗憾 但是没关系 人生道路很长 我会不断努力的 没事 我已经尽力了 朋友们 尽力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 又要抽取一位出场表演的选手了 他会是谁呢 这位选手 这位 他在单调的工作当中 找到了疯狂的表现自我的方式 来了 来了 他就是 尹国辉 你刚才一音乐一响起来 他脸上就浮现出那样一种 鼓媚的那种表情来 他那舞蹈跳得很棒 三个 三个 一起用 素材在说 为了这个更疯狂的这个承诺 那二十天里 付出了好多我自己的体力和精力 我的膝盖受了很多伤 现在我的膝盖还是那个红红的有一些瘀青 一个从事幕后剪辑的人能够在舞台上聚集这样的能量 所有的细胞都融入到那个音乐里面去 他非常纯粹 忘我 虽然我的膝盖是疼的 我觉得这种疼是痛 更快乐 一切的疼痛都是值得的 因为我想在舞台上把我的快乐传递给大家 当三根发带秘密揭晓的时候 我就要在小江湖的舞台上彻底绽放 为了剪片子又一宿没睡了 李老师您倒是跳啊 我是谁 提车业 提车业是谁 提车业是我 同运动 一 二 一 二 三 跳 跳 跳 上班都不知道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走走走走 莫辉 让你走了吗 这边 这边 今天片子交上去了 没错 我不是说那片子事 你带上三根发带什么样啊 你看 我这都带下来了吗 你带上三根发带 我跟你说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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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爷爷留祖训了 三根发带不能轻易戴 三根不能戴 两根 两根 两根行了吧 两根 我会 亮了你带着吃 你带着吃 爱情 不管是一种 你共同有任何的心情 两人 不管是一件 小亲的狂血 有什么有夫妻 什么交情 什么交易 爱故事 打架自己骗自己 什么交情 那你们说 我带不带 那出了事你们负责吗 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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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晚上就去趴你家窗户去 我就带 谁在召唤我 猪爷呀 是你呀 孙子 猪爷呀 原来三个发在一起带 能把你老人家交换出来 我祖讯上是咱说的 不让呆 不让呆 你偏呆 呆 见鬼了吧 不不不 不是 不是祖爷呀 我还以为三个发在一起带 能有什么新东西呢 你这孩子 你都不让人省心 哎呀 我说 明远 没有力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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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呢 来 来 主爺呀 这个手卷花太老了 哎 哎 就这就这就这还老 有没有什么新的 绝的 交给我 咱家就剩这一根发带了 四根一起带 啥作用 你这四根是 我三分钟下凡时间 你祖奶奶在家等着我吃饭呢 你记住 记住 草诀 三根发带 见怪无怪 四根发带 重进决赛 四根发带 尽量了 我试分成决赛 有没有什么 七根就是 全场送霸呆 大家开起来 在这一刻让我暴击烦恼 跟颜老师的节奏一起 开起来 我是谁 你这也 你这也是谁 你这也是我 我是谁 其实也是我 吴君如姐姐愿不愿意跟颜老师的动作一起动起来 你拿呀 谢谢 你好笑 白强掌声在哪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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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发呆 大家看的是挺开心的 我看的是很纠结 因为他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他长得像我 过来之后我从事说了我更像你了 然后我刚才坐在那儿就看着我自己那样夸张的表现在那跳 你说我自己多纠结我受不了 我还在受不了 君如姐 其实刚才你很辛苦啊 今天穿着那么漂亮的高级鞋上来跳 我早知道我穿这个了 就跟他一起跳 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OK啊 就是自愈嘛 来到这个舞台 就希望带给观众一些感染力啊 就是开心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能站在复赛这个舞台上 我就特别满足 因为我就是一个后期的剪辑师 就每天特别的严谨 在准备复赛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想 这三根发来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对 我觉得三根发来就是我的快乐 对 我觉得我在这舞台上享受到了 我快乐到了 我感觉在座的大家也 是不是开心吗 你们开心吗 开心 谢谢 谢谢 这也就得错了 对 好吧 让我们再次有请 暂时票出最高的简汉宗 现场的100位媒体评委 以及300位大众评委 接下来 请开始投票 像吗 像 跟大家说一下 目前我们的局势啊 简汉宗 他们的得票是312票 目前在场上票数最多 如果尹老师的票数高于丁乃玉的话 丁乃玉就要淘汰了 那么这两组选手当中 谁会票数更多呢 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结果 好 恭喜简汉宗继续以312票成为目前票数最多的选手 谢谢 而尹国辉 获得了现场的300票 恭喜 我很想那种的 很想可以啊 我觉得尹国辉 你做到了 陈三天赢了 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这么顺利看 对 目前尹国辉在表演过的选手当中 排名第二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结果保持到中场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的 接下来这两个 是我预测今天晚上 有可能有有惊喜的 所以我现在把宝都压他们俩身上了 不能说一说就不灵了 接下来 还有两组选手没有登场 下面一个人会是谁呢 他会跳拉丁 他就是孙建红 大家好我叫孙建红 我们抢一抢拉丁 注意啊越拉越好 哇 我一直笑发了 我一直一直在流流流流眼泪啊 你的节奏感你演戏真稳 你将来一定能够出现在在座各位的戏里面 好一起来一二三走 谢谢 他我在想节目的时候 也到马路上去观察路人啊 包括一些摆摊的呀 我都会去观察 不知道他还能再来点什么邪性的啊 我就是放松心态 就是把我想要演的东西演好 他是一位真正的喜剧演员 出赛的时候把我逗得嘎嘎打起来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 黏衣 红 老师好 为什么没换衣服呢 就这一套 哈哈哈哈 没有想给观众一些新鲜感吗 节目里面可能会有听 穿一裙子上来 他是29岁吗对不对 香港49岁的 这是他的招牌 你上一次已经这么成功 现在有很多人认识你吗 给我朋友去吃饭 辣椒免费 对 最印象深刻就是在地铁上面 然后我一进地铁我扶着那个那个杆嘛 然后在我旁边有一个四十多岁的 也是一个大叔 然后他就看我 然后我也看他 然后过了一会他手机 对着我咔 完了他放大 你要那个 那个 吃辣椒那样 放大了才能认清你 听他管四十多岁叫大叔 哈哈哈 好 请开始你的表演 请我准备一下 谢谢 百家笑谈 谈笑古今 哎呦 今天我发现大家这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要么这样 为了缓和一下课堂的紧张气氛 我给你们变个魔术可以吗 可以 请注意 什么都没有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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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继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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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笑谈 谈笑古今 今天我们不讲三国 我们讲一讲 麻豆 哈哈 那么什么是麻豆呢 麻豆就是 你妈妈的脸上有颗豆 你帮她挤出来 哈哈哈哈 非耶 麻豆是一种职业 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职业 哈哈 但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当麻豆的来 首先 你要有一个好的身材 光高还不行 你的比例要好 那我们通常都讲这个九头生 九头生 那如果你只是个两头生 你还搞什么麻豆呢 哈哈哈哈 那么我们不禁要发问 谁是两头生呢 鸡鸡猫就是两头生 哈哈哈哈 鸡鸡猫啊 怎么会有鸡鸡猫啊 那么谁是九头生呢 我就是九头生 哈哈哈哈 不信我可以给你们比一比 这是一个头的距离 我下比 一头生 两头生 两头生 三头生 拐弯四头生 五头生 六头生 七头生 八头生 九头生 八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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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果说各位同学 没有老师这么好的身材比例怎么办呢 你也想当麻豆 记住老师的一句话 任何困难 任何困难 都阻挡不了 你对梦想前进的脚步 哈哈哈哈 今天 我就要告诉你们 怎样成为一个顶尖的 麻豆 首先 麻豆你要学会 怎样在梯台上走路 我们叫猫步 这个猫步怎么走 最开始先练习 你要多喝水 为什么 喝完水之后的感觉是 尿急 哈哈哈哈 尿急要怎么样 找厕所 猫步就是这样一个行动路线 哈哈哈哈 下面老师给你们示范一下 可以吗 可以 music 走 ον 这边没有 那边去走 这边也没有 什么办 回家了 当你学会走路之后還不够 就比如说 你的身材比例的困扰怎么解决 老师告诉你 有一个速成的办法 我们都注意啊 这个model走到舞台中间 他有一个亮相 叫pose 手要插个腰摆一下 所以说这个手摆得很重要 老师告诉你们 怎样摆显得腿长 给你们演示一下好吗 OK OK 音乐 踏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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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踏腰 手以下都是腿 你如果还觉得不够长 还有办法 这可以调整 拜托你这身材比例的困扰 没有这 踏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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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都不知道 你有这么长的腿 这是一个速成的办法 但是有一点老师觉得 是非常重要的 是什么 作为一个专业的model 你在梯台上 要有处理 要有处理极性情况的能力 比如说 你走秀的时候 走着走着 哎呀 崴到脚了 怎么办呢 你是走还是不走 老师给你们演示一下 作为一个专专业的model 这个时候职业道德 一定要体现出来 再疼 也要往前走 这只是崴到了一只脚 那如果崴到了两只脚 并且站不住 摔倒了怎么办呢 我可以演示一下吗 你们都是好学生 OK 哎呀 摔倒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时间是停止的 你要想起老师 嘱咐你的那一句话 任何困难 都阻挡不了你前进的脚步 music 你们这样让老师有些害怕 记住以上这几点 你们就可以真正的走上梯台当妈头 下面 老师要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 巴黎塔尖的感觉 music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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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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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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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换回来站这儿吗 好看多了 陈建宏你真棒 真好 而且你演的比上次稳了 说话你不怕你不敢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你这边拍的也好 非常出乎人的意外 好看很好 看来 拉宝你拉队了 我今天我对你呢 是最有期待之一 还有下面那组 你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 而且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其实看别的选手吧 有时候会觉得 他为什么还没完 说实话刚才看你的表演 还怕你玩 我特别怕你结束 因为我觉得这妈斗完了 是不是还是应该有别的斗 但我们对你非常有意见 你说那小孩 什么学个鸭子叫 让我上去 刚才跳舞 让君如姐上去 你这节目应该请我们上去 骑士 我也会 孙建宏你真的 孙建宏你真的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喜剧 因为这都是节目你自己编的 对吗 没有人帮你的啊 很厉害 我都不行 真的 你比我棒 你可以这样 非常好 我怎么感觉今天的节目怨我了 怨我把他们抽出来抽晚了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评审和大众评审 你们喜欢孙建宏的表演 请为他投票 现在开始 目前在场上 暂时得票最多的是 简汉宗 312票 而孙建宏能不能取得他霸主的位置呢 特别轻松 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 简汉宗 孙建宏 说实话 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不应该 表达个人的立场 但是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的 那个节目 里面的模特 好 结果马上就要揭晓了 到底是谁 在这个舞台上 暂时安全呢 请揭晓答案 恭喜孙建宏 三百九十三票 孙建宏获得了我们笑江湖 所有三场复赛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票数 目前最高啊 第一集Cy 谢谢 三位 Eswane 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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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观众这么喜欢的 我觉得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 哎 搭棚啊 七个人没投票的七个人举手 是谁站出来 还有七个人是不是刚刚去的使手间 接下来最后登场的 毫无疑问 这一组也是刚刚冯导讲过 对他们非常非常有期待 他们就是李逵 李林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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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李逵 来自吉林省农岸县 今年刚上大学不久 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学表演的大学生 我把我最好的朋友李林峰叫过来 和我一起来演这个段子 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演的特别稳 他这个学费比普通大学 我的态度都是靠亲戚朋友帮着我们 我看你们俩人能出来 我都把那电话跟我们留言 我找警察 现在还不知道副赛应该演什么 所以现在心情非常紧张 向好节目的舞台是改变他们秘密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那个叫李逵的那个 他很有观众缘 观众会喜欢他 他那个跳实在太高了 就是 就差七一票 为了学赛再拼一次 林峰 加油 加油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逵 李林峰 两位 老师好 上回冯导说要留你电话 后来留了吗 上回冯导说要留他电话之后 回家之后 李逵的手机到现在就没关过机 虽然没接到冯导的电话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好些人的电话 北京华裔助学基金会 他帮我解决了我大学的学费 还有生活费 是吗 真的吗 对 这让我妈妈非常高兴 而且还有人找我去演戏 你演了吗 我没去 因为在这边准备复赛 不是猪脚 咱不去 不着急 还有人家这位 你怎么样 我家里人知道我参加这个比赛非常高兴 就是一年中 全家人聚起过就两次 第一次就是看冯导的车啊 第二次就是看我的除菜 好 那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笑傲江湖由思念中华面点独家冠名播出 创意卡东包 创意水果包 有精有料 玩的就是创意 由长寿村的神奇秘密 光明莫斯利安联合赞助播出 正宗凉茶 笑傲江湖 感谢凉台领导者加多宝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大鹏 今天是我们的副赛第三场 精彩的节目正在继续 精彩的节目 啊 鸡鸡鸡鸡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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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瘦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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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有视觉上的震撼 还有味觉上的享受 那都是真的 我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儿了 哎呀 你们真的是一开始很为你们担心 觉得确实弄小品难度太大了 但是看到后来我就忘了这个担心 跟着你们的剧情走 很不容易很不错 两个年轻人能够演到这个份上 啊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这一次就是视觉效果非常好 就是龙虾啊 脱衣服啊 有什么意思啊 你把裤子从 把小裤子从 外裤里边掏出来 算是变了一个魔术 天啊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为李逵和李林峰投票 如果你们喜欢他们的表演 请投票 太难编了 对啊 那俩孩子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孙建虎 李逵和李林峰到底票数会是多少呢 三 二 一 请揭晓 恭喜孙建虹 最后依然是三百九十三票成为了慈念中华面点笑江湖目前复赛的最高票数 他也挺进了全国农军赛 恭喜 我们再次有请出简汉宗登场 今天两组选手分裂二三位 所以下面是我们各位观察员老师 你们的时间 如果支持李逵 李林峰按绿色键 支持简汉宗和他的小伙伴按红色键 我们先从君如姐开始 其实功力很明显就是他们两个的 的确你们两个真的有付出努力 但是 其实这一次真的真的无聊了 所以我就 投这票给你们 好 我是觉得从技术含量来讲 李逵他们的技术性更高一些 简先生的技术含量略弱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把票投给李逵他们 谢谢老师 2比0了 可以讲话了 对对可以讲话 拉拉票拉拉票2比0了 好 可能我的表演这样的风格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极致 但是呢 我个人很想要挑战我的极限 我不想要让好像说好像这个无聊派到了这个就是我的极限 我很想要有一个机会能够突破极限 谢谢 谢谢显总 你会不会有一个超能力可以让单单姐暗红色 那我要去动一些线路上面的手脚 谢谢谢谢非常欢迎你们来 其实你们的出赛就已经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了 今天呢把现场搅和的也是挺热闹的 很好很好 2个年轻人 今天我还是不觉得我失望 下一次太难了 我觉得对你们太难了啊 接着给我们惊喜 谢谢我们 我们全你们 谢谢小三姐 小刚导演 其实还是挺欢迎 大家都来一块儿玩 我希望你们俩人这个东西啊 成为一个品牌 一个喜剧的品牌 希望你们真的是坚持到底 回去想一个能够在决赛上 对别的选手构成极大威胁的一个作品 谢谢老师 好恭喜李逵 李林宗成为了最后一组 入围小江湖全国六强的选手 恭喜他们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那个 实际上的挺开心的 但其实现场效果而看 挺不错的 这白费这么长时间的意思 感谢简安中带给我们精彩的表演 再发一次咕 不 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次来非常有意义 遵守承诺带他们来 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 我觉得就只会飘下 不要觉得有负担 会不会拖累老师 一定要这回事 回去 必须的 必须玩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孙建宏 李逵 李林峰是本场复赛诞 诞生的军军全国总决赛的两组选手 那么我们将会在六月八号的晚上九点十分 来进行思念中华面点全国总决赛 而所有的六位选手将会带着我们的期盼 带着观察员老师的期待 一起来决赎第一季孝江湖的总冠军 拜拜